各位好,我们来看类体3 右图是甲乙两车在同一直线跑道上的速度对时间关系图 那请问0-4秒内下列叙述推论哪些正确 注意它是速度对时刻关系图 也就是所谓的VT图 所以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X轴是时刻 那随着时刻过去它的速度的变化 速度的变化就看Y轴 例如说甲车在第1秒的时候速度是1.5左右 然后甲车在第0秒的时候速度是2 甲车在第4秒的时候速度是0 那乙车在第2秒的时候速度是2 以此类推 好的,我们来判断一下 第一小题 第一选项A 甲乙两车的移动方向相反吗? 移动方向要看正负 正负号表示直线运动的方向 所以今天甲乙它的速度都是大于0 都是比0还要大 不管是甲还是乙 它都没有 这个线都没有跑到速度小于0的部分 所以甲乙速度都是正 所以甲乙速度都是正 那就代表它们的方向都是同方向 就不是反向 所以A选项是错的 那再来B选项 在0到1秒内 甲车的位移比较大 这个用到的概念是 VT图的面积是位移 VT图的曲线下面积是位移 我们这里没有要推理 为什么 那简单来说就是 长刚好对应到时间 那宽刚好对应到速度 那速度乘时间 刚好对应到长扇幻宽等于面积 所以VT图面积为位移 那甲的 0到1秒的位移是这一块 T型面积 那乙的话则是 则是这一块 所以很明显的乙的位移比较少 所以 所以甲的位移多一点 所以B是可以选的 在C选项呢 甲乙的加速度方向相反 加速度要看斜率哦 VT图的面积 VT图的斜率 就是加速度 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水平变化是时间 千值变化是速度变化 那速度变化比上 我们的时间 那这个斜率就是加速度 所以 在单位的时间内 速度变化的越多 加速度就越大 那这个 这个三角形就会更斜 斜坡就会更斜 那如果速度 如果相同的时间内 速度变得比较缓和 那就是 比较不斜 那就是加速度比较小 简单来说是这样 所以看加速度 看斜率得到加速度 那很明显的 呃 甲的斜率是 我们来看一下 甲的斜率是 我们可以用 4-0 去分支 0-2 那 后来是 速度是 降到0 后来速度降到0 那在4秒的时候 起初速度是2 所以是这样子 那答案 这个甲的加速度是-0.5 那乙呢 也是这样算 那乙的话是 后来可以是2 后来在2秒的时候速度是2 在0秒的时候速度是1 好 所以我们可以说 2-1 除3 2-0 那结果也是 正的0.5 那所以 方向加速度方向不一样 很明显的 甲是越来越慢 而乙是越来越快 好 那可是他问的是 量值 量值就是只看大小 所以 甲的绝对值 甲的加速度绝对值 今天的确是等于乙的加速度绝对值 所以 所以 C是可以的 在 珠雷 甲的 诶 这已经是珠了 这也是C C加速度方向相反 对 因为 因为 它是有 符号 好 这个符号代表 方向性 好 是 所以 所以 向负的方向加速 这是甲 所以 的确 C 它们加速度方向相反 那 猪呢 刚刚我们算了 甲的加速度是-0.5 乙的加速度是-0.5 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 B和C和猪都可以选 那 E选项呢 在 时间一秒的时候有相遇吗 那同图中 我们只能看出 时间一秒的时候 它们的 时间一秒的时候 它们的速度都是1.5 可是 没办法看出相遇 没办法看出相遇 所以 只能知道在时间等一秒时 甲的速度跟乙的速度 都是1 都是1 可是 不知道 它们的出发点啊 不知道它们的初始位置 所以 即使我们的VT图面积是位移 但我们也不能 知道说它是不是有相遇 例如说 如果甲和乙相距 100公尺 那 那就算它们位移是相同的 那也不会相遇啊 因为 因为它们还是有相距 一开始就相距100公尺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甲如果在1秒的时候 它的面积是这块 然后乙的话 再1秒的时候 它的位移是这块 面积是这块 那这两块位移 能不能让它相遇 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 不能光从VT图 知道是否相遇 VT图只能看出位移 完美 新鲜 再1秒 再0秒 再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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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再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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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题目有给他们的初始位置 那当然就可以来看看 经过位移之后是否相遇 但今天题目并没有给 他的位置 初始位置 所以我们光是从这个面积算出 位移 还是没有办法判断他是否相遇 好所以答案就是 BC租 谢谢